好了,今天我其實是想說什麼題目的呢? 今天呢,其實我是覺得自己有少少掛羊頭就賣狗肉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今天呢,其實我是講Excel,OK? 但是呢,其實今天呢,我會夾雜了,有很多一些是data analysis的 一些技術和技術都要加進去的,行不行? 那因為呢,如果平時,如果教你們怎麼用Excel 我相信在座很多同事呢,Excel的功能一定很熟,可能比我更熟 但是問題是怎麼可以用到它,還有做一些刻意的分析呢? 那這樣東西,我們今天就會討論這個問題的,OK? 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的 那好了,那今天會先講些什麼東西呢? 那其實做一個report,其實做一個report,通常來說 我們要處理幾樣東西的呢? 那一開始的時候,其實我們就說如果處理一個report呢 我們就需要一件東西叫做data cleansing 要整乾淨些data它,那為什麼叫做整乾淨些data它呢? 其實我們的data很髒的嗎?回來的時候 其實是的,挺髒的 那些什麼data屬於髒的呢? 譬如說,很簡單,有缺陷的data,我就叫做有髒的了 譬如什麼意思呢?譬如很簡單,一個report 可能裡面有10個feel的 但那10個feel裡面,原來上手填了3、4個feel 剩下來的話,很多的feel就刺了 那屬於這一類的data,屬於叫做不乾淨的 這就是第一類型的了 那不乾淨的就是用什麼方法去處理它呢? 通常用統計學的方法,就已經有了 不要,行不行? 但事實上你說,不是吧?David 那些不乾淨的data,你就不要了 是的,如果從統計學的角度來講 更加很嚴格的,嚴格是怎樣的呢? 基本上最top的5%和最差的5%的data,其實是不要的 如果真的要做一個準確的forecasting 這叫bias了的data,我又叫它做一個,行不行? 那不要緊啦,那好了,這一類幾樣東西 第二樣東西,如果在公司裡面 其實乾淨的data已經大部分都屬於乾淨的data 為什麼呢?因為你的data大部分來自哪一個system? XTS XTS應該是乾淨的data,亂猜,行不行? 但我告訴你,好少不少就找到一些不乾淨的 知道為什麼嗎? 一會跟你說,我告訴你,有什麼feel是屬於不乾淨 譬如,如果是merchandiser的同事,你們應該想到 有一個feel一定是不乾淨的 那個是什麼呢?叫Item Description 這些就屬於叫不乾淨 你留意一下,你回去看看 你那個case,每一個case,裡面的Item Description 肯定不乾淨 有什麼可能一個feel裡面告訴你 有Cotton的一個percent 接著又告訴你Polyester有幾個percent 接著說是男、男、女、這些data 全部亂糟糟糟一坨地放進去這個位置 沒有可能的,行不行? 那這些就叫不乾淨的 那不乾淨有什麼不好處呢? 分析不了 那你想一下,其實沒有可能會拿到 Item Description裡面的東西來做分析 這些東西是亂的 那有什麼辦法,待會會撈出來呢? 待會教你怎麼搞,行不行? 好了,那就是要搞乾淨它 那搞乾淨它的時候,有些什麼要做的呢? 那最基本呢,其實只有幾個staps 一開播的時候,import data進來 import data進來的時候,最基本 然後訂回一個偉大的exel file出來 這個沒問題,這個絕對沒問題 OK? 第二樣是什麼呢? 要先重新它 因為你要搞那些data的時候 你不太常會刪除了一些原本的東西 所以你要先重新一下 對不對? 第三樣是什麼呢? 很重要 就是assure那些東西是一個tabula format 但記住啊 有時候我見大家很多時候做些report 給老闆的時候 全部都不是tabula format的data 那你就麻煩了 什麼叫不是tabula format呢? 就是不是很清晰,有column and row 可能中間突然間隔幾格,隔幾行 就用來修飾一下它 移遠一點點,樣子好像帥氣一點 給老闆看 但這樣就不是tabula format 那樣子就很噁心 到時候用不到很多工具去分析它的數據了 這些東西都會亂了 到時候可能很多的fill 或者很多column 他會告訴你 是no fill,no column 到時候會計錯數的 明白嗎? 所以tabula很重要 待會跟你說這件事 那當然 我們Excel很棒的 有spelling check 但是spelling check 這件事的重要性有多高 就 似乎看不同division而定 fine and replace 如果有些數據錯了的時候 你馬上用fine and replace 去做它 我相信大家會做的 用Ctrl F 要找回它 然後 怎樣把它分開一項項來處理 好了 那這些呢 今天我會其中一天說 就是data cleansing 要怎樣做的 但好了 講多無謂 一開始的時候 不如我先看看數據 好 剛才這樣說 昨天 我已經傳了一大堆 sample file 給大家 是不是? 那麼 那 sample file 其實第一版 就是今天大家的 name list 你 colorful Nothing 都講了 來到 那也是 喂 看到這些資料的時候 問題有一個問題 其實這個是不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Kabuda Format 的一塊資料 算不算是好的呢 有一點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說如果從 Data Analysis 角度來講 我們每一個Feel 我們叫一個格子的一個Feel 每一個Feel 我們最好叫它成為一個叫什麼 是一個Atomic 的一個狀態 Atomic 的狀態的意思就是 不可再切割 它是不是Atomic呢 很明顯 我們左手旁 這個第一個Column 已經一定不是Atomic 的了 對不對 為什麼 我at least開分到它叫什麼 哦 好像Joseph Choi 喂 它的中文名 OK 和它自己的英文名 和那個姓氏 起碼開分生字出來先 已經 行不行 這些不是不是Atomic 如果做一個詳細分析的時候 就做不到 行不行 好了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要怎麼做的呢 最簡單的方法 我怎麼可以把這些Data分開它 不如這樣 最基本的 我將它的叫做什麼 將它的姓氏和它的英文名 和它的中文名分開先 那我要怎麼做呢 首先第一件事 麻煩 如果大量數據族出現的時候 第一件事要做一定是這樣的 移動隻 ActiveCell 來到其他一個位置 可以怎麼做 Insert table 我做什麼呢 我要它現在這個疑似table的位置 真的變成一個table 還把名字還給它 然後它這裏 畫畫畫畫給你聽 Create Table 它就會畫畫給你聽 這個疑似的位置 就叫什麼名字呢 就叫Current Region 它問你是哪一個table 它有沒有Header 有它拆穿著它 沒有問題 按OK就是 它就變成一個 靚靚仔仔的table 但這個table 這個不好的地方是什麼 顏色就比較衰少 那我可以怎麼做呢 可以在上面這裏 改它 嘩 看看 有少少問題 看看 剛才我那個是不是有些問題 不好意思 出了有少少亂子 我移到ActiveCell Insert 做多一次 剛才它認錯位 可以 認錯了 OK 它認錯這個table OK 好了 接著 譬如說 現在我要把它怎樣 我要把它的顏色改變 OK 譬如先改它 我現在這個 low fill 因為可能剛才 我之前 鬧些東西過去的時候 有些亂字出了 不好意思 好了 來到這裏 好了 有些人名 在這裏 整個table 這裏有什麼好處的 原來我把它變成table的時候 我就可以很即時 上面有些工具給你 可以做sorting filtering 等等的東西 譬如說 以後 譬如說這裏還要加多一件事 但如果是用那個office 是2010的話 它的filter就會多了下面的filter 就可以告訴你 什麼事 麻煩要把姓歐出來 就把AU 按OK的時候 恭喜 所有有AU 不是姓歐 所有裏面的filter 有AU 這個字眼 看不看得到 OK 好了 如果要resume它的話 就回到這裏 跟它說 cleer filter 回復原狀 好了 還是這樣 先說回氣肉 我們的氣肉 就是要把姓氏和名字分開 我們要怎樣做呢 首先 要把姓氏和名字分開的時候 我們最起碼要在這裏 KK這個位置 WriteK 現在跟它說什麼 加多一個column OK 加多一個column 好了 我這次說什麼呢 我就想說 麻煩 我想把現在這個Acolumn 這些資料 我要把它變成什麼呢 拆開它 怎樣拆呢 好 這個位置 由A2的格子 OK 我按什麼鍵 按Shift鍵 按Control 向下箭嘴 如果這樣做的時候 它即時要怎樣 就A2這個格子 highlight到A41這個格子 就會highlight到這個範圍 Shift 代表highlight Ctrl向下箭嘴 在Data這個位置 你見不見到這裡 有很多個不同的選擇給你的 OK 在Data這個位置 有很多個不同的選擇給你 見不見其中一個選擇的名字 就叫Test to Column 見不見到 這是一個好東西來的 Data Test to Column 好 來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這個東西 很多同事可能已經用過了 就跟它說什麼 它就說 喂 現在你要把你那個 原本一個column 即一刻在A2 至A41的位置 你想它分開 你想它怎樣分 Delimited 意思就是 它本身在這個欄位裏面 有沒有些feel 是用來做分隔用的 沒有一幅圈來分開它 OK 那就叫做Delimited OK 好了 但如果不是 我需要用那個闊度 長度 告訴你 頭十個字母 是第一個column 打透所有的字母 就叫第二個column 用這個方法就叫Fixed width 現在很明顯地 現在這個人名那裏 我做了一些手腳的 手腳就是怎樣 性侍和名字之間有一個comma 我擺在這裏 用這個叫delimited 來玩它 那怎樣做 delimited 按這裏 按這裏 lix 來到這裏就跟它說話 喂 你的delimited是什麼 它很多選擇給你的 有了tap 三個column comma spacel 或者其他符都可以 行不行 如果在這個情況下 我用哪個 我不用tap 用哪個 用comma 看見我軍事用了comma 的時候 人家這裏已經分了 告訴你我分到了 行不行 好了 來到這裏 它既然分到的時候 跟著下去的日子 不是 跟著下去的step 我都不需要講了 就是這個什麼 就是finish 想都不用想 它就已經怎樣 他問你是否會抄到旁邊的 那裏 蓋了旁邊的column 沒有問題 蓋了 那就分錯了 行不行 兩東西搞定的了 這個 OK 好了 又再來了 跟著 即是說 如是者 其他東西都是這樣做 是的 譬如說現在很明顯地 我見到這裏 喂 David 我現在見到這裏 它是有個叫Ada Winney Cathy等等的名字 那我會怎樣做呢 好了 看東西 我這裏 又right kick它 insert多個column 下來這個位置 行不行 我玩什麽 我又分它 我分什麽這次 Ada 麗琼 Win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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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了 我highlight這壇 先 highlight這壇之後 一樣照做 它玩什麽呢 test to column 今次我玩什麽 都是玩delimiter 找delimited 不過今次找誰做分隔 我用個space 但用space就精彩了 看見到 它和我分歸了 看見到 因為我這裏有很多space 還有另外一件事 大家留意一下 原來我前面都有做個space 原來我剛才 我切它出來的時候 我的電腦 是把這個叫做姓什 或者是把性時 找到後面的space 是跟著名字 是跟著名字 明白嗎 如果要這樣 剪下space的話 恭喜它 就是幫你剪下三個column 看見到 即是說有時候 去到某些位置 去到這裏的時候 其實你想想 沒問題 就開到一個column給它 開到一個column給它 就是三項外面打點 是沒問題的 但我學 如果想specify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 呃 是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就是認第一個 或者第二個的話 那怎麼辦呢 好了 留意一下 這樣呢 現在這個叫做什麼 text to column 就用不到的了 明白嗎 這樣就用一些 很刁鑽的手法來做的了 那刁鑽的手法呢 就叫什麼名字呢 其實是不刁鑽的 你小時候學過的了 那些叫什麼東西呢 好 讓你看看 我整個跳去 跳去這裏 嘿 這些 就用這些招數它了 行不行 但為什麼你小時候學過呢 如果你小時候 你學這個excel的時候 那我發覺第一課 就無理 然後教sir 就教你一大堆這些 左手邊的字串 我多舊 右手邊的字串 我多舊 中間的我多舊 行不行 那個長度是多少 將它變成大家 將它變成世界 行不行 這句是怎樣呢 就告訴你 如果字串前面有空格 後面有空格 就跟我怎樣 切走它 一定要train 有沒有印象曾經學過這些東西 有沒有印象 有 有 good 但我告訴你 最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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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怎樣呢 就學了其他一些 就有幾個覺得很好用 但反而沒有用的 其中一個很棒的 就叫search search 有沒有人才用這一塊 好東西來的 這一塊 就是什麼 假設 就告訴你 麻煩 我們找回什麼 找回在A1這個字串裡面 哈佬這塊字串 在第幾個位 行不行 深入 接著就說 這條用10 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由A1個字串裡面 第10個數字 開始數氣 找哈佬 找找到 如果這個數字 不定義出來的話 它就會由頭開始找 明白嗎 好了 那你回來了 阿David 那有什麼用先這些東西 這個東西 當然是很有用 行不行 好 首先這件事 先問清楚先 首先 left right meet 是不是學過這些 有沒有人才學過 left 意思是怎樣 A1個字串 左手邊拿四架 right 右手邊拿四架 me 代表什麼意思 在A1這串字串裡面 由第五個格子 開始拿四架格子 有沒有印象 有沒有人才學過這些東西 有 有 不過被分散了 我很肯定這些 這些是什麼呢 這些 這些 這些是 如果 有讀中學 如果當時是有 那些叫什麼 computer application 好像有一個叫做 MGDSE也好 A level也好 有一個叫做 computer application 就是一定要學這些 OK Anyway 不要緊 我現在和你們玩一下 一件事 行不行 看看是怎樣用 行不行 我很實際的 我不會逐個逐個跟你說 是要告訴你 有什麼後果出來 有什麼後果出來 我會和你這樣高呼 我就告訴你我怎樣用 好 首先 第一件事 看回這裡 麻煩 這個位置 A大利瓶 行不行 不如這樣 我又分開幾個層次 這樣做 我來開多一個column 出來先 好 我第一個層次又想玩什麼 我教你用一個字 如果A大利瓶 剛才有個什麼問題 原來A大前面有個空格 對不對 那 原來呢 我會怎樣做呢 我打一個叫做trim trim trim在外做什麼 如果trim呢 很聰明地是怎樣 就可以把我們 Winnie前面的空格 Cathy前面的空格 Fanny前面的空格 全部切走 其實前後的空格 就會全部切掉 行不行 大家有沒有留意一下 我剛才打這個銜數色的時候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出現了 但你出現了一些 你不是很常見的東西 A column 1 是什麼來的 首先兩件事 原來你剛才開波的時候 不是把它變成了一個表 對不對 好 你這樣 這一行的顏色 比較衰少少 我將它變回一個 好少少的顏色 你看下去的時候 就會好一點 見不見到 好 我變回一個紅色 看見不見 原來 剛才加這個column 進去的時候 即是叫它名歸名 跟著就 姓歸姓 名歸名 的時候 原來這個column 可以不可以 所以如果 如果我打了trim 打了旁邊的姐姐的時候 它真的加了這個符號 就告訴你 把column 1裡面的資料 全部打出來 全部都要trim 而1隻按了Enter的時候 連jack and drop都不用 因為它搬上一個table 它就會跟你馬上 就算在下面 明白嗎 所以你明白 為什麼處理大量數據的時候 我怎樣 開門測件事 第一件事一定要把它怎樣 變成table 以後我打出任務 formula 我在第一行打完之後 它再全部跟我一樣 一萬個資料都好 它從一萬個一次度計算 明白嗎 我就不用jack and drop 拉下去的那樣慘 明白嗎 所以要這樣做 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行不行 我trim了它現在 好了 問題來了 David 喂 David 你講了口響了 好 現在我想玩什麼呢 我就想玩就是說 我在第三個column那裡 OK 第三個column那裡 我就是想拿回她叫Daisy Jessy 阿貴 阿Tracy Wiki 我把這些名字都拿出來 放在這個column3的位置 那我應該要怎樣做呢 行不行 心裡 我只拿個名字 我只拿名字 那我應該要怎樣做呢 好了 接著有些同事就說 嘿簡單啦 我不是告訴你 剛才有個什麼鹹熟式 剛才 有一大堆的嘛 其中一個叫什麼 Less 我拿回字串 由左手邊數起 數到去什麼 空間那個位 我就拿這麼多個出來 那個就是那個人的名字 是不是這樣想 是不是這樣想 對不對 但問題來了 你各個人的英文名字 的長度不同的嘛 對不對 有些呢 長度 Winnie就是1 2 3 4 5 6 6個字 Kathy就是5個字 Fanny又是6個字 有些5 有些6 有些3 那我怎樣很肯定 Meshire要是切多長呢 OK 好了 那這件事就牽涉到一件事了 方才不是剛剛講完一件事的 有個鹹熟式叫什麼名字 Search 是不是 聽著 就是這個名字 等於 Search OK Search是什麼東西 我做一做個示範給你看 Search是什麼意思 我Search的空格在哪裡 記住 我要Search的空格就是怎樣 Double-Code Double-Code Code Code 告訴你Search哪個位置 旁邊這個東西 這個格子 Search的空格在哪個位 行不行 因為我要它由頭開始 從左邊開始Search 找回一個空格在哪裏出現 所以 我就不用再加個No. 從頭開始Search Search第一個空格出現的位置 恭喜 他告訴你 Ada的空格在第一位置出現 第四個空格 這個是第七個 第六個 第七個 第八個 第五個 如是者 用Search的功能就可以找回空格的位置 對嗎 好了 看到嗎 那我問大家問題 如果我只要一個人頂 那怎知道 提示給了他們 那我應該要怎樣做 怎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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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玩 不知道 Left 對了 我用這東西去做 幫我裝著它 用個Left 去裝著它 看東西了 怎樣玩呢 Exactly 告訴你 Left 開括弧 告訴你 拿這個名 Comma 接著怎樣 去到多遠 Search了空格的位置 接著怎樣做 減一 關括弧 知不知道為什麼要減一 因為什麼 因為 Ada 之後的空格是第四個位 但問題我就是 拿Ada這個名字 我只需要是怎樣 拿到它前面那格就夠了 所以就將它的位置 減一 這樣 就可以直接罵名 喂 收不收到 喇 這裏呢 其實我想跟你說 什麼 第一 如果他把東西 打回它的時候 其實來來去的方法 就是怎樣玩的 就是說 要是 用Test to Column 搞得行的 就最好 對不對 如果搞不定的話 就是恭喜你了 你就要怎樣 其實用這些方法 Left Write 或者用Search 去抄 其實我告訴你 平時以前我小時候學 Left Write MeetStream Link 其實不夠用的 一定要加上這個 Search 這個功能 你會發現它突然間 變成你想要什麼就要什麼 減哪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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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尤其是要處理一下 譬如說你的Item Description 裡面的資料 你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拿出來 可以不可以 很簡單 譬如想看看 Cotton成分有多少 我就找什麼呢 我Search Cotton 那個位 接著就怎樣 就是它吃回 然後去Cotton 後面 究竟那個Percentage 是多少 就作為我們做分析的感覺 那就可以了 喂 明不明白我講什麼 你想想是不是 邏輯是這樣 當然 你會說 喂 如果搜尋不到怎麼辦 這東西再複雜一點 可以不可以 搜尋不到的話 它就出一個NA給你 那NA那些不用理它 但問題就是說 都是那句 麻煩 如果Item Description那裡 你真的要拿去Data的話 你真的做了一大堆東西 因為我發覺到 我們公司的Item Description 起碼有十幾二十項東西在裡面 其實你們全部都打進去 我看到這些東西 現在是 是很恐怖 可以不可以 OK 這個是一個例子 是 是 是 不行 你Speak了之後 你可以做一個樣東西 聽著 我假設你打橫 你Speak了三個Column 可以不可以 你把它打動的話 你就這樣做 譬如這裡 我當它現在打橫 分開這些大堆東西 可以不可以 我便Ctrl-C Copy了它 然後Somewhere 我在旁邊 我Somewhere在這個位置 我做一件事 就叫Paste Transport 這裡 Transport 那便會變成 行變成Column Column變行 可以不可以 做多一件事 剛才的同事就說 如果Split開它 它現在全部是怎樣的 由Test to Column 但如果他就說 不是 我拆開了之後 我想將它變成什麼 變成Row 打動 這樣擺 其實你把那些資料 Copy了之後 可以不可以 Copy了 即Ctrl-C Copy了之後 去Paste這個位置 這裡 就會有一個叫Paste Special 在這裡 就有一個叫Transport 的東西 它的意思就是 它把原本的表的資料 航邊列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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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候功能也是很好用的 刚才那个是good question 其实不是单止像现在的列变行方法 甚至有些数据 如果当它全部打到一个column 你分析不到 你将它变成role才能分析到 你就要用这个transport的功能 行边列变行 行不行 很好用的 其实Data Cleansing 就是搞一些东西 你搞一些东西搞大段时间 所以that's why 有没有留意到 我们不是经常说big data big data big data 你知道最重要是研究什么 很多时候就是研究一下 你要捞什么 data 用什么方法捞 一旦捞得好方法正 你不用clean 一进来就用得了 其实是的 你有没有发觉到 如果我平时现在 我想在电脑上填的那些 填的那些form 和我用手机填的那些form 你有没有留意到是很不同的 很多时候 如今时今日 手机叫做填的那些form 很多时候给了些选项给我们去选 有没有留意 以前旧的form 全部要自己去填的 明不明白我说 如果你选择instance of 去填的话 那就可以避免了很多 data 是怎样的 是骯髒 是漏了 你明白我说 那这些就是 一开波的时候big data 要想的东西 但我想问你 如果big data拿数据 是不是一定要别人填方法 才拿到big data 数据 是不是 当然不是 那一定没有人 跟他填方篇 如果简单来说 big data 其实每一个individual 的record 起码有二三百个feel 但问题是 如何拿回来 这些数据 说一件事给你听 以前 有一部电话 一个名字叫Samsung 对不起 现在都有的 他当时发明了 有一个功能 我觉得是很白痴的 但后来一想 不是 这个功能 有办法 但是这个功能 不是真的用来给你用 因为他设计出来的功能 就是想到 全世界只有斯提宽 霍金是有用的 或者是一些 冷凍人病 那些人才有用的 就是怎样呢 就是看网页 就是怎样呢 我不需要用手去撥网页的 我需要 这样他就会 不断卷上去的 你知不知有这样的功能 Samsung 你平时知道吧 但是我发觉到 如果你真的平时用这个功能 脖子有些很痛的 那为什么要这样用呢 他就sell你 就说 不是 他sell你 怎样呢 就是平时在厨房 他手很骯髒的 那你就这样 他卷上去的食譜 就方便你用 但是证实想清楚 其实就是说 他的镜头呢 是穿着看着你的 你想想 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卖广告 或者看个网页 其实有什么 衡量回个网页 哪个位置 买贵点 哪个网页 哪个位置 买便宜点 我就是看个点击率有多高 但是有些位置呢 不是因为他踢不踢下去 而因为你有没有看过他而已 所以其实呢 如果用这个眼球的描述的话呢 他可以用这个功能 可以看到你的眼球 你看到哪个位置 你收不收到说 而从而可以收到更加多数回来的 所以某程度 今时今日呢 每时每刻每分钟 就算你的眼睛 看着你的电话也好 你都被人是拿着的data 就是这样 说得很恐怖 事实上也真的这么恐怖 认真是说的 但我想问一下 你现在开始你真的转做table 哪个啊 哦 转做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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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个好处的 第一个好处 就是这里呢 就有些很方便的sorting的feel 随时随地每个feel 可以帮你选择到 这是第一个方便 第二样东西就是怎么样呢 以后 我如果打这些方案 拿下去的时候呢 留意一下 当我打一个格子的时候呢 按enter 它就会整个colon 和你继续 你就不用自己再转转转转转 如果以前来讲呢 一万只就拉一万项 或者Ctrl C,C,Ctrl V 你继续在下面的底部 但今时今天这个就不需要了 就方便一点 ok 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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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以的 这个 通常呢 一定可以是怎么样呢 如果你下面按完 隔了空格 按enter 就死定的 就不行 但是如果要黏住这里呢 那这样按也是不行 你一定要怎么样呢 呃 哦 打了一下 黏住它打了一下 它就立刻就会整个table 这样黏下来的 但是如果我cable是share的 的话 table share了呢 就有少少难度 那还有一样东西 哎呀 说得好啊 这个我就很想说 这个 呃 table share你是怎样share的 我想知道你 那首先两件事 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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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e的时候 有没有 有 不要 因为 为什么呢 其实本身呢 我们cable share 有一个叫share的功能 就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说你 你share了的时候呢 放在平时那些 share drive呢 你share的时候 的好处 就会keep on record 就是说给你听 喂 现在哪个 那些什么 但是今时今日 其实不需要的了 行不行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呢 首先第一件事 同事们 有同事你刚才说呢 就说他用什么 用share point 是不是 其实呢 share point里面呢 那我现在说一下这个功能 不好意思 其实share point里面 有一个功能很好用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就是说呢 即时呢 就有edit资料 行不行 是透过那个browser rubbrowser edit资料 有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没有 我说一说给你看 因为如果share data的时候呢 我就会跟你讲这一样东西的了 会 LF share dot net 因为呢 如果你是 譬如说 大家一起合同 一起做个powerpoint 我真的两句 不是三句 就叫你用onedrive 行不行 但是因为呢 牵涉到数据的东西呢 很可能里面有很多data 是sensitive的 所以那是为什么 你都用share point 那其实你放了上share point 之后呢 这些资料 这里 不好意思啊 我看一下我妹 有没有些x在这里 因为刚刚才你问一问 好 这里有 不好意思 好 假设这里 这里是不是叫做learning calendar 2014 hong kong combined 看到没有了 其实呢 如果你KK这里 有手旁人向下之战 的时候呢 它就会有一件东西给你的 就叫什么呢 Edit in Excel Microsoft Excel 看到没有了 这个就是一按下去的时候 它会怎么做 就是开回你部机里面的Excel 来改东西 接着这个账号 应该被你禁止了 行不行 但是呢 看到没有一个叫view in browser 当你选这个叫view in browser的时候呢 神奇的事件就发生了 哎 我这个呢 这个账号太复杂了 不好意思啊 呃 We only 哎 好 然后 然后 不好意思啊 呃 我刚才选的账号太复杂了 他一定要选一些 没有那么复杂的账号 他说要 哎 不好意思啊 如果是一些 我们这个 platform呢 如果是简单的账号的话呢 那刚才选的那个叫做什么 view in view in browser 那么呢 它就会在那个browser上面 就开了那个Excel出来 你可以看的 还有 跟着呢 它就会多了一个叫做edit in browser 行不行 如果叫做edit in browser的时候呢 它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即时就可能互相之间 你同时间 可能十个同事 开了browser 同时间改同一个file 都ok 没问题的 明白我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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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行 你可以这样做的 可以 那你就不需要有个 刚才share的问题发生的了 行不行 这是第一个point number one 第二 如果你说 David 为什么好像你说 刚才那个file 要复杂的那些做不到呢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 share point的limitation 但是如果你想没有limitation 而你又觉得呢 喂 security 这个issue 不是一个大的问题的话呢 其实 你可以用回我们伟大的one drive 咯 行不行 不好意思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用的话呢 我都曾经听过同事说过 说one drive 是stable过我们的share point 但问题我又跟你说 咯 officially 我们应该用share point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用one drive的话呢 那又没有人可以阻倒你的 行不行 那跟你说回 那如果你用one drive 好像现在这个 我这个是one drive 行不行 因为本身我是喜欢用one drive 好 比如说这里 还有这些户口 开出来是不用钱的 行不行 那它就有 躍杆的空间 就给了你了 比如说这里 我data analysis 我看看有没有data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哎呀这个没有 这个就是放了一本书在这里而已 呃 不好意思啊 比较慢一点点 好 好 比如好像 呃 这一道 我的project 我的project 等一下 My lfproject 2016 哎 不好意思 哎 这有个session OK 这个了 就这样开这个了 好了 那原来呢 我们是可以怎样做法的呢 譬如有些这样的file 在这里的时候呢 那其实我们是可以即时呢 就在这里会有一个东西给你开的 就叫什么东西呢 就叫Excel 这个online Excel 这个最大好处是怎样的呢 就是可以即时就地正法 譬如有个case report 的东西在这里 可以不可以 我开出来 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 我开了case report 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会在web browser 那个范围里面去改 可以不可以 它拌出来的了 这个就是case record 这样的资料在这里 譬如说 如果我想和其他同事 一起edit的话 那怎么办呢 edit这个东西 那这里有个叫share的键 就是 当你这样share的键 的时候 share with people 就跟他说 就写一张email给他 而这个人呢 是个recipient 是一个edit的right 那他就可以透过这个web browser 同一时间呢 十几二十个人 一起去edit同一个data 即是同一个excel file 那就是互相不会冲撞的 明白我说什么 而且有些记录 告诉你 几年几月几日 所以不需要用回 刚才最传统中share的方法 那种方法已经够了 现在反而我用什么呢 share upon 或者用回one drive 行不行 是啊 你可以回去慢慢研究一下 讨论一下这件事 这个是极好用的 而且我觉得最正是什么呢 都是那句 我可以在iPhone用到 可以在iPhone用到 iPhone有一个是什么 那个叫做excel for iphone 或者是这个叫什么 excel for ipad 你一薄薄上one drive 即时可以在那里用 很好用 很方便 行不行 一个sale行不行 那个sale到时会怎样的呢 很过瘾的 到时有一个人 已经在sale正在改 他就会有一个sale highlight 旁边右上角 放了一件东西出来 就会听谁现在在sale正在改 譬如David在那些sale 譬如David在那些sale 譬如David lock死了那个sale 行不行 他是lock bysale的 你放心 这个 OK 好 这个不多说 这个有些out syllabus 还有 都用回公司的东西 都是用share point 行不行 OK 好 留意 好 来到这个位置 我们已经做到这些资料材 拆散了它 喂 David 但是呢 有些东西我想这样的 即是天下大势 就是什么 分九必合 合九必分 行不行 那我们怎样 分完之后要合它 那又怎样呢 行不行 例如有些什么东西呢 好像现在这个位置那样 喂 我现在ada就抽了出来 然后ou又抽了出来 那个姓氏 行不行 我想就叫adaou 那贴上它下去 再贴上它的名字 那怎么做呢 留意一下这里 很简单 麻烦在旁边的格子 等于 等于什么呢 嘿 拉到这里 告诉你 这个ada 就ampersand 记住我贴上它 是什么呢 像ampersand这个符号 贴上那个ou enter 留意一下 如果我贴着这个column ,这样去抽一块新的资料出来的时候 它会开到一个新的column给你的 行不行 那它会变成什么呢 留意一下这句 看见到 它现在叫adaou adaou 就是这个column ampersand这个符号 ampersand的意思就是 将两抽字串黏在它 如果数字加法的话 就加上它 a加b 但如果两抽字串黏在它 就用ampersand这个符号 贴上它 行不行 但问题来了 Derek 这个叫Winnie欧阳 Cathy Chan 她的姓和名字之间 可不可以加个空格呢 绝对可以 那即是怎样 加多一点点 加多ampersand double分构 这样 留意一下 记住 这些好像平时的四色运算 那样的 我们可以呢 一直这样 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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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玩 行不行 这个时候 全部在名字中间 加多一个空格 那便更漂亮 行不行 好了 OK 是不是很简单 但问题就是 牺涉到就是 将那些原本一大堆资料 拆散它 拆散它 就是用这些方法 逐个逐个逐个搞的 这些我们 行不行 好了 这个呢 是用来 warm up 那我开始呢 又弄多一个 似样的东西 来 warm up 好 来到这个位置 那这个东西 摆明是什么呢 摆明是XTS的东西 那些case 很明显 那些case的资料 还有刚才那个大名鼎鼎的item description 这些资料 就在这里 那大家看到已经一大堆东西了 哇 好复杂 那些东西 是不是 这个feel里面 肯定有些东西在那里 什么lady 95% cotton 5% 这些资料呢 是极复杂放在那里 行不行 这些是很旧的data 放心 好了 来 看东西 不是你的division 那些旧data 是啊 sorry 我 这些旧data 是 好 但是anyway 那我们就会 嗯 做一点点东西 OK 好 现在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我们说一想看 看一看都有多少资料 行不行 那怎么办呢 好 不如一句吧 我按control 向下 control control home 我就去到我们的data 最左上角的位置 行不行 好 如果是按这个叫做什么 control control 向下 它就去到我们的column 如何 column 最底下的位置 这里总共有17207个data 17207个data 或者206个data 好了问题来了 好 麻烦 最简单的问题 我们都是做data cleansing 现在去到这个部分 我想做什么呢 做data cleansing 呢 我就想把它 如何 将customer 按不同的customer的data 分开一张不同的spectsheet 分开它 不同customer 用不同的spectsheet 送给不同的同事 去处理 因为呢 曾经何时是怎样呢 你把data拿出来之后 譬如某个customer的资料 我想是怎样的 就传给没有的同事 其他同事就不用理 可以吗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怎样呢 譬如我们有10个customer 我就分给10组同事 那有什么方法最快 可以把那些 那些大堆资料 拆散了十分不同的spectsheet 送给人呢 可以吗 都是data cleansing的其中一部分 如何做最好 最好的方法 就是用pivote table 可以吗 想不到 pivote table做analysis 突然间突然间 好 留意一下 来到这里 我选什么呢 Insert 计定样 pivote table 可以吗 去到这里的时候 我会看到什么 select a table or range 可以吗 select a table or range 那我就问你 是不是整个range 就是怎样 你去做pivote table 有这样说 留意一下 它就有个range 是xdata的sheet 就由A1到R17207 这个位置 可以吗 好 没问题 那就是 OK 然后弄了pivote table 给你 如果要按照不同的customer 你去分类的话 我最简单的方法 是怎样 麻烦 pivote table 有些同事没有学过的话 不停地告诉你 其实它的idea就是 把table打散它 重新组合 看看用另外的角度 看得到一些东西 可以吗 这就是最基本的方法 OK 好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按不同customer分类 选择 这个customer 分类 留意一下这个表 原来这个表就是什么呢 roll label column label 见不见到 比如这个roll label column label 原来把它放在roll label column label 其实是用来分类用的 行不行 那你喜欢怎么摆都可以 没问题 另外如果真的要计算 那怎么办呢 我试图 我试图 这个叫value 就是做什么呢 check这个case number 在value的位置 因为本身case number 是什么 是里面有数字 有文字的东西 所以拉下去 这个叫value 这个位置 它就要数一下 那些单的出现次数 有多少 明白我说什么 好了 你看到这些东西 就告诉我 不同的customer 就和我们做了这么多张单 是不是 好了 问题来了 跟我刚才你说 那种分类有什么关系 是很简单的 看着 如果 我要将 现在这个customer AERF的customer 那些资料 我要去send send 给我的同事做处理 那怎么做呢 我只要隔离这个feel 我就做些什么事 double kick它 留意一下这里 见不见到 它不是多了 原本sheet1 这里 多了一张sheet2 拍一张sheet2 原来所有customer 已经是AERF 那我就可以怎么做 看东西了 使用sheet2 这个位置 right take 怎么做 跟他说一件事 就是说 move or copy 然后他就打了一件事给你 就说move or copy 去哪里 麻烦 开个新的speaksheet 我就将现在的speaksheet 真的move了过去 现在这张我不要了 这个speaksheet 这个workbook我不要了 我就移到新的workbook里面 按ok制 那你发觉到 突然间多了些什么 给你呢 留意一下这里 我就有两个excelspeaksheet 一个是怎样呢 就是只有一张纸 另外一个是哪个 另一个就是刚才我们的 那个 刚才有private table 这个 明白吗 那好了 现在剩下一张纸 那怎么做呢 很简单 要送给某个同事 第一时间选择 然后选择什么 我就跟他说一件事 就叫做save and send 选择 这个叫做send using email 这个就是send as attachment 按完之后 二话不说 你的outlook就会 彈了一个email 给你 添加了刚才的book1 那个excelspeaksheet 进去 接着你打完email的名字 然后你就可以 传给同事 见不见了 就是这么简单 你马上就打完email 他的名字 你就可以传给他的 是不是快很多 因为以前 有些同事跟我说过 就说 我逐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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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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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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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rl vc 到另外一道 然后再传给同事 那就烦了很多 但用了这个方法的时候 double kick double kick 每次这样传 传给他们 那就分门别类 全部分给他们 行不行 工作上就要方便些 行不行 以前 прошuf 每个逐 busy Dow dus 您 Did you review 是啊 no 今次 曾 这个中文字 是 是啊 那 Ар 只烦用了 各种的 123 是 如果 可能 亦 好 亦 upday 不如 temas 不如透过 policy 一向 沒錯,要不就弄一個backup,share另一個copy,就預了給他留言 這樣就容易去看,可以嗎? 保留一個original,你自己用的 另外一個就給他fielfiel給留言 就直接在onedrive那裏給留言 因為我想集完十個張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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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 那這個暫時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方法,不易發門 這個就沒有辦法,這個就有很多人肉事要做的了 對,很多人肉事要做的了 不過奈何,你有沒有一些platform會好些,是 Taboo可以做,但Taboo他現在不是share 是 不不不,他現在是拿comment 但他不是拿data,他是comment 他的comment是其中一個column 他的comment是其中一個column 他的comment是否其中一個column 就是要開一個column 要開一個column 哦,這樣就可以 那你可以抄回來就用Excel也可以 如果可以這樣做 那你到時是否把column抄在後面 append在後面 沒有問題的這個 那他就用了Existing Data Existing Data 你需不需要Existing Data 首先第一件事 Existing Data 只不過是保障別人不要整花他 那但問題他抄回來的那個 已經用得的話 就已經是新的一個,新的一個 word file 我現在再和你研究這個問題,好嗎? OK 好 就是這樣,很簡單 這個 好,這個 剛才說到Taboo其實很好用的 Taboo其實有一個是iPad版的 其實我不知道有幾個同事有裝過 看一下 那個iPad版就不是叫Taboo的 很貴第四的 不過我有時間再和你講 一會兒再和你講 可以嗎? 這個很好用的 這個 就是在iPad上拉一拉一拉 就可以爆出所有的感覺 很好用的 那個是 好了,留意一下 好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叫Pivot Table 可以嗎? Pivot Table我先說了 Data Cleansing 可以做一些東西出來 好了 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開始嘗試想一下 我如何去分析一些數據 好明顯 現在 我一般來說 很多同事做分析數據的時候 會怎樣做呢? 現在很明顯這裡 就放了我們偉大customer的名字 然後右手旁就告訴你 他開多少單 可以嗎? 但我就問一個問題 喂 其實開單樣數目的多寡 和我們賺多少錢 有沒有關係? 其實是沒有太直接關係的 一個麻煩 可以嗎? 因為其實是怎樣呢? 因為如果 那個Division 更加抵視是怎樣呢? 如果那個Division 是做agency business的話 其實不要求那些單多 應該要求那些單是大 因為每張單 你的成本 是一鬼樣的 一千萬的單 和開張一元的單 你的成本 都是一鬼樣的 所以 所以我們永遠是求大單 而不是求那張單 是多的份量 你明白我說什麼嗎? 好了 所以看到business的時候 有時候 我們有些最基本的方法 是怎樣呢? 就是我看回現在 這個customer 和我們做了幾張單 是不夠的 我們還要看什麼呢? 就是看做多少錢 FOB 把FOB 放在這裡 OK? 好了 有幾樣東西要說說的 好 首先 這個分析 這裡 我打回名字 這個叫做customer 這個 我們就叫做 number of case 我剛才打這個 這個名字可以隨時改的 這個名字 挺好的 TTL FOB OK? 接著 有幾樣東西了 好 看看這裡 看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我們是一些錢 有什麼辦法 可以把它變成錢呢? 但永遠記住 在table這個位置 Shift Control 向下墊在 開啟後 按ctrl shift 4 按ctrl shift 4